今天呢咱们来说一个2007年发生在哈尔滨的杀人抢劫案件 2007年11月28号下午1点05分 哈尔滨市南杠分区先锋路排出所和刑侦一大队先后接到报警 在南杠区长江路某机关大楼12楼缓台那个地方 发现了一名男子横躺在地满脸是血而且已经死了 现场勘察发现被害人呢是头部被人用钝器重击致死 尸体下方发现一个烟色的卡尔顿牌小型手包 这包里有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军绿色的锤子 这个锤子应该就是嫌疑人作案用的凶器 警方初步确定案发的时间呢应该是下午1点左右 也就是说没过多长时间 南杠警方通过询问在案发机关院外 曾经等待死者的司机吕某得知 死者呀是他42岁的朋友刘某 八雁县榆树镇石阳村人 在哈尔滨以收购废旧钢铁为生 中午12点半左右 吕某呢开着面包车把刘某拉到这个机关的办公楼外面 被一名武警的警官领进大楼 警方在意调查 11月27号下午2点左右 犯罪嫌疑人穿着武警少校警官制服 来到黑鱼抛钢材大市场找到刘某 说自己是武警某部机关基建科的刘姓干部 有废旧钢材要低价出手 谈妥了价格之后 这个少校走了 到晚上七点钟 收废旧钢材的刘某 回家之后跟妻子说 明天呢你给我准备九万块钱 我要去哪个机关收购钢材 到28号中午的12点半 刘某接到了那名少校警官的电话 让他带钱到某机关单位取货 刘某带着用塑料袋包裹的九万元现金 做朋友吕某的车 到达常会路的这个机关 武警少校穿着制服 从这个机关办公楼的大门走出来 以到十三楼财务室交款为由 把刘某带进办公大楼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 警方初步判断 这是一起冒充武警少校警官的 杀人抢劫案 嫌疑人呢 用锤子把被害人打死之后 抢走现金九万元 警方通过询问这个机关的工作人员 并且调取大楼内各个监控点的录像 他们发现 这名所谓的武警警官并不是在这工作的 没人认识他 监控显示 他是28号12点28分 从大楼的后侧门进入机关大楼 在卫生间里藏匿了将近六分钟 然后又独自坐电梯到案发现场的十三楼踩点 又从这个楼梯返回到一楼 从正门走出来 接被害人进入大厅 又坐电梯到十三楼 12点56分 嫌疑人独自从大楼一楼大厅的后侧门离开 冒充武警抢劫杀人 这事儿还小啊 南港分区马上成立了1128转案组 在侦查当中发现 辖区里呀 有一名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刘仁峰 曾经在2000年5月2号 伙同三名案犯冒充军人 以部队卖剩余汽油为名 在哈尔滨市一个驻军招待所里 用千球把一个父子二人给砸死了 抢走八万块钱 你说这人也不知道怎么个想法 锤子也就罢了 千球 他怎么揣过来的呢 这刘仁峰的体貌特征 和这起案件中的假冒武警少校很相似 作案手法呢 也基本相同 同时警方发现 2007年11月4号 在南杠红旗大街 一家奥迪4S店里 也曾经发生一起 冒充边防武警警官 伤人抢车 未遂的案件 经过当时被害人的辩认 1128案件当中的犯罪嫌疑人 确实有点像在奥迪4S店作案的人 也就是警方2000年以来一直追踪的犯罪嫌疑人 刘仁峰 警方掌握的线索显示 114和1128两起案件的作案人 他们选择的对象都是经商人员 作案地点呢 也是在办公场所 嫌疑人对部队生活十分的了解 而且作案的时候很从容 应该有过同类前科 而刘仁峰 恰恰曾经在辽宁府顺的一个部队服役 对部队生活的规律 那是有着详尽的了解的 专案组综合分析认为 1128大案 刘仁峰有重大嫌疑 可以派出一组警力成立追捕队 全力缉拿 因为警方掌握刘仁峰的照片 是1996年的 这个人从2000年作案之后 已经潜逃了八年 这相貌啊 应该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也不排除另有其他人作案的可能 但是这手里的线索绝对不能放松 要在国内加大侦查力度 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派专人到公安部进行汇报 迅速对刘仁峰下发公安部A级通缉令 通过明察暗访 很快的侦察员发现 刘仁峰藏在石家庄市的一个地方 南杠警方在石家庄警方的配合之下 发现刘仁峰啊 现在都改名了 叫张启洪 在石家庄市城乡结合部 石房路租了一间平房 以换煤气为生 侦察发现 他每天呢 都要往石房路的南京灌汤包子铺里边 送煤气罐 12月1号早晨6点 警方在这个包子铺门前把刘仁峰抓获 经过审讯 刘仁峰对2000年杀人再逃 以及制作张启洪假身份证和驾驶证 这些事情供认不讳 但是他否认哈尔滨1128抢劫杀人案 跟他有关系 经过审讯走访调查 警方排除了他回到哈尔滨作案的时间 案犯 果然是另有其人 在权力及捕刘仁峰的同时 专案组在对全国类似案件进行梳理的时候发现 2007年的11月7号 在位于长春市宽城区的武警吉林市总队医院的住院部 发生了一起冒充武警警官以贩卖部队旧钢材为名 将被害人王某骗到武警总队医院一楼和楼梯的缓台间 把王某用重物撒死之后抢走人民币4万元的案件 郑州也发生过一起类似案件 犯罪嫌疑人冒充武警以卖粮食为由 把被害人骗到某机关内 重伤之后抢劫三万元现金 逃之遥遥 两起案件 作案手法 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作案工具 选择的作案地点 都和1128案件一致 这样就给了警方一个突破口 他们呢 重点围绕案发期间 从郑州长春来哈尔滨的人员当中 查找疑犯 12月1号 经过非常深入艰苦的工作 一名郑州来哈市的男子 出现在警方的事业当中 这人叫刘湛玉 海伦人 38岁 在忽兰县监狱服过刑 1986年开始 在部队服役 1990年转业之后 一直没有落户口 哎 这跟白宝山可是非常相似啊 各位 刘湛玉曾经在1998年 因为诈骗被赵东法院判刑三年 他现在没有正当职业 1月25号到28号期间 在哈尔滨港城宾馆赞助 具有作案的时间 刘湛玉居无定所 现在和他的一个女朋友 在郑州的某小区里租房子 他曾经在11月初 想要倒卖一辆奥迪A6汽车 开价55万 南港分局的侦察员们 马上启程赶赴郑州 11号晚上8点20分 在郑州警方的配合之下 侦察员在郑州市27区一个宾馆 717房间里 把刘湛玉抓获 缴获手机一部 并且在他租住的房间里 搜出作案用的 武警警官服装两套 刘湛玉呢 也是个聪明人 知道没有什么可抵赖的了 他对在哈尔滨市 杀人抢劫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同时呢 还交代出 114哈市抢车杀人畏罪案 和117长春杀人抢劫案 都是他干的 一看这么多案件 警方没有马上放过他 继续深挖 这一挖呀 果然还有别的案件 河北石家庄 山东济南 他都做过杀人抢劫案 他说 他是1990年转业之后 开始做一些小买卖的 2006年 专门从朋友手里 买来假的车辆手续和驾驶证 以200元的价格买来 以1000到5000元的价格销售 这么高的利润 他还不知足 先赚的少 来钱慢 他想到 冒充武警警官 杀人抢劫 他认为 自己当过兵 伪装称武警啊 比较像 而且老百姓 见到武警 警惕性都没有那么强 方便的下手 所以呢 他就找渠道 买来了武警的服装 而且在这武警的制服里啊 还穿上一身便服 哎 做完案之后 外边夸夸一脱 穿着便服跑 这具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 11月28号 作案之后 他顺着那个机关的垃圾箱 从后墙跳出来逃跑 把贾警服随手就给扔了 作案之后 害怕警方的追捕 没敢马上出城 就躲在一个洗浴中心里边 第二天 才寻找机会 回到郑州 为了冒充警官作案 他还伪造了奥迪车的手续 在11月4号 专门准备抢劫这类的车型 以备作案的时候使用 他在全国各地作案六起 早就知道会被抓住 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另一名冒充军人 抢劫杀人的刘仁峰呢 在看守所里也说十分后悔 他说呀 作案潜逃的这八年里 他的良心一直受到谴责 而且还因为这种自责 得上了心脏病 您瞅瞅 要我说呀 这不是自责导致的 这是吓出来的 但有一点好 他再也不用担心自己 死于心脏病了 2010年3月27号23时 临河区公安局接到报案 建材城往东300米陆北 小张 慕龙股场发生命案 山东籍业主张建锐一家五口 被杀死在家中 临河区警方的侦破工作随即展开 经过初步勘察现场确定 47岁的张建锐和40岁的妻子张明芳 以及他们22岁的二儿子张永亮 8岁的女儿 被杀死在慕龙股场的两间平房里 23岁的大儿子张炎亮 被杀死在距离慕龙股场100多米的 另一处房间之内 五人死亡的原因 均是因为锐气砍击 致重型颅脑损伤 颈动脉 阔裂大出息死亡 在案发现场 民警发现了一把带有大量血迹的斧头 现场有明显翻动的痕迹 地上留一张50元的纸币 经过现场的勘察 发现留有一人的足迹 经过走访调查和分析 案发时间在3月27号2点钟左右 杀害五人之后 嫌人将大门里外全部反锁 并在大门上留言 小师今天我有急事 不干活 警方判断 熟人作案的可能性较大 案发之后 警方开始调查 与死者张建锐有厉害关系 业务往来密切的人员 经过走访调查 曾在小张木龙股场打工的山东级男子 高树福进入警方的视线 3月初 高树福突然辞掉了木龙股场的工作 26号又在现场出现过 案发之后 其妻子也去向不明 民警在高树福租住的房间内检查时 在床下发现了一双黄色的解放胶鞋 鞋底的花纹 与现场遗留足迹相同 并有血迹 3月28号 警方在高树福住房附近农田里 发现了一包衣服 上面有大量血迹 衣服内裹着一把 沾有大量血迹的单刃刀 经过房东辨认 衣服正是高树福 在案发当天所穿的衣服 警方将发现的鞋 案发现场的斧头 受害人的血样 送到自治区公安厅 经过DNA的鉴定 衣服上的血迹和死者血迹相同 高树福被确定为 此案的重大嫌疑人 高树福的邻居们 不知道其在山东的准确地址 只知道他与张建锐的妻子 张明芳沾亲 警方立即赶赴张明芳的老家 山东省围房市调查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查清 高树福的真名叫做李焕文 户籍为山东省围房地区 寿光市田马镇狮子王村135号 警方经过走访调查得知 李焕文在3月26号 供取款8200元交给妻子 并且将其送上临河 到青岛的搬车返回原籍 随后到二手车交易市场 将摩托车低价卖掉 警方在出租车市场了解到 李焕文在3月22号 曾经和一名司机联系租车 要回山东 3月27号凌晨3点到4点钟的时间 李焕文多次联系该司机 在建财城见面之后 让司机开车到围房 走到忽视时候 李焕文声称车太慢 其岳母病重 让司机送到白塔机场 下车的时候 他让出租车的司机等等 自己去看有没有飞往山东的飞机 10分钟之后 李焕文告诉司机 上午10点时有飞机 让其返回 在忽视白塔机场 警方查询之后 没有发现李焕文的登记记录 在对白塔机场附近的出租车 进行走访时 警方得知 一名和李焕文 体貌特征相似的男子 坐出租车 在上午8点钟 返回忽视市区 在人民路二手手机市场下车 并要了出租车司机的手机号码 时候去向不明 后来 据李焕文交代 他在人民路二手手机市场 花50元 买了一部手机 50元 买了一张卡 给山东的姐夫 打了电话之后 将手机丢弃 之后 李焕文花了800块钱 打了一辆没有摄像头的出租车 逃到尔多斯市 东盛区 窜到公园里边 藏身 据了解 2002年 李焕文是山东省寿光市 田马镇狮子王村的党支部书记 和村委会的主任 但是 他并没有让村民们 过上安定的生活 在家中 排行老四的李焕文 组织三名兄弟 隐惜村里的部分村民 组成了一个抢劫作案团伙 并持有四把制式猎枪 截至2006年 李焕文及其团伙成员 在山东诸城 寿光等地 持枪抢劫 四十余期 在抢劫过程中 还用制式猎枪 杀害两人 重伤一人 施案金额高达一百余万元 经过当地警方全力追捕 其犯罪团伙中的两名主犯 包括李焕文的三哥 也被当地法院执行死刑 据林河区警方介绍说 李焕文具有很强的 反侦察能力 为了躲避追捕 他还做了整容手术 亲戚朋友都无法辨别 其整容前后的照片 面对山东警方的网上追逃 走投无路的李焕文 来到了林河区 投奔张建锐夫妇 在夫妻二人的包庇下 李焕文一直在张家的木炉工厂里打工 2009年龙历八月 李焕文的妻子也来到林河区 在山东老家留有一个13岁的儿子 据李焕文交代 他是在朋友的帮助下 冒名顶替他人 办理了林河区的户口 随后又办理了林河区的身份证 警方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在此案的侦破过程当中 发现了一些工作的薄弱环节 今后要在户籍管理工作中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堵塞漏洞 李焕文在为张建锐打工期间 两个人因生活琐事 逐渐产生了矛盾和隔阂 李逐渐产生报复杀人谋财的念头 然而最为关键的是 因抢劫被判处七年徒刑的张建锐 长子张炎亮 刑满释放后回到林河 威胁过李焕文说 如果你不好好干活 有其他想法 我就会到公安局举报 李焕文害怕举报后暴露身份 便产生了杀人灭口的想法 而就在事发当天 李焕文看到有货车司机 给张建锐的家中送来四万元的现金 他看到前后便想杀人谋财 接到公安部A级通缉令后 俄尔多斯市的东盛区警方 立刻召集会议 全警出动 对辖区内的娱乐场所 洗浴中心 网吧 宾馆 逐一排查 加强路口独侠 卡点增设警力 24小时盘查出入城区的大小车辆 各派出所 对辖区内所有的出租房屋 以及工地赞助场所 逐户摸牌 并且印制了上万份的协查通报 张贴在各个社区 巡逻防暴大队 全警出动 加强揭灭巡逻 交警部门在揭灭执行过程中 严格盘查 可疑车辆以及人员 东盛区警方的密集排查 走访工作 迅速发挥作用 3月30号上午8点钟 东盛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 接获一条重要的信息 在东盛区柴家梁气象公园 发现一名刑际可疑的男子 接到报警之后 东盛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刘建平 傅兴路派出所所长李文青 带领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他们在气象塔顶 发现一名中年男子 右大腿外侧 放着长约15厘米的折叠刀一把 左手手腕 外侧割伤 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警方立即对现场进行勘查 发现这名男子的相貌 与A级逃犯李焕文极为相似 警方决定在医院全力抢救该男子的同时 对其进行严密的监护看管 并且紧急召开案情分析会 做出如下部署 组织基础人员对现场展开全面勘查 迅速查明这名男子受伤原因 以及其真实身份 在医院对这名男子进行抢救的同时 警方利用技术手段将其指纹进行了对比 并且提取犯罪嫌疑人的血迹 与警方凶杀案进行技术对比 3月30号下午 好消息传来 经过核查身份 该男子就是公安部A级逃犯高树福 原名李焕文 经过抢救 李焕文苏醒 警方对其展开讯问 李焕文对民警的提问闭口不答 只是说你们为什么救我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僵持 3月31号凌晨 李焕文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称自己就是巴掩卓尔市 灭门惨案的杀人犯 真名李焕文 林河灭门惨案 凶手李焕文 被内蒙古自治区 巴掩卓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犯故意杀人罪 一审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以犯抢劫罪 判处其死刑 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 以犯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并处罚金5万元 恕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同案犯李兰青 李香兰杨凤月 反窝藏罪 包庇罪 分别被判处两年至五年不等的 有期徒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